如果你啊 在一段感情中越来越差 越来越找不到自我 就大胆离开 被爱的人才最怕失去 人只有失去才知道珍惜 所以大胆做一次决定 未来的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之前有一位女员主找到我 说自己和老公结婚七年 这七年 她照顾孩子 供养父母 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当当 自认为是一个优秀的老婆 老公也是一个优秀的丈夫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变了 老公一下班就躺在床上 看手机刷食品 她能明显感觉到老公在家不快乐 但园主也想不明白 明明很幸福的一家三口 这老公到底哪儿不满意 园主试图找清楚原因 可每次得到都是老公的敷衍 园主说这种日子 她已经过了三年 这三年 她几乎看不到老公的正脸 她知道老公已经不爱她了 但是她自己放不下 于是就找到我 问我该怎么办 我当时看了一下两个人的信息告诉她 你们就是彼此的正缘 但只有分开一段时间 她才能知道你的重要性 你要想她能回心转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狠心离开一段时间 最少半年 不然啊 这种折磨你可能要瘦一辈子 当时粉丝听完我的话还是很犹豫 怕离开的话呀 老公就会有别的女人 我告诉她 一个男人出不出轨 跟你在不在身边没有关系 这是她自己对自身的约束力 而且从信息上看 她并不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你呀 可以放心离开 我说完以后呢 我以为她半年之后啊 会来找我 而并没有 结果一年之后 这位粉丝又找到我 说跟老公已经附和 我当时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她居然坚持了那么久 她告诉我 当时提出离开 老公并没有挽回 也没有联系她 她整宿整宿失眠 以泪洗面 几乎要放弃了 大概过了三个月啊 老公才开始跟她联系 询问她的状况 她当时记着我的话 并没有给她什么好脸色 老公说孩子哭闹 想找妈妈 她也很下心不回她 大概过了半年 老公就来找她 说自己认识到了之前的错误 现在她走了以后啊 家不成家 生活一团糟 自己啊 都没心思工作了 是她不好 身在府中不知府 好日子过腻了 现在非常后悔 想和老婆附和 但原主一想到自己多年的委屈啊 就断然拒绝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 老公不断的示好送礼 也一直找她追她道歉 原主也感觉啊 受到了重视 最后在老公承诺不败 一场重大婚礼之下 答应复合 如今老公每天都回家很积极 不但帮她做饭洗菜 还会抽出时间陪她和孩子 完全变成了一个好好先生 听到这儿我也深感欣慰 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啊 所以说短暂分开啊 不一定代表结束 也许是让你们迈向更好的台阶 好